嗨 我是Sam 這一次 網板哥平日請特休 就決定來拍一下 我家附近的美食 畢竟南市這區呢 這幾年入住的人口是非常之多 高樓大廈滿滿都是 多到爆 所以呢 美食是越來越多 這一次就不客氣 就分享我們平常在這一區吃喝的美食 第一家呢 簡單說呢 只有平日才吃得到 假日要吃 你可吃不到喔 跟著我走一下啦 散步嘛 這我家附近的美食 所以 走路 就可以吃得到 Go 開了開了開了 我今天介紹的 我今天介紹的第一天 叫品味達克 我就叫Duck Duck 它只有開平日而已 而且直到下午兩點 那我們現在是非用餐時間應該還好 我要先過 餐點上來 看一下我們平常點的餐點啦 我們都會點的就是羹 那今天是羹油麵 它的那個湯頭其實都會是用這些蘿蔔去熬煮的 其實就是有那些蔬果的一些鹹味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帶點甜味 然後這個就是 鴨肉半條 鴨肉也蠻多塊 然後它因為還有分大小碗 今天是小碗的 但是它看起來非常的大碗 另外 就是基本的綜合盤的滷味 那他們家就是鴨肉我覺得我蠻推薦的 就是它就是有鹽熏的味 所以每一口吃起來的味道其實就是 蠻特別的 蠻好吃 蠻順口的 你知道嗎 重點是便宜又大碗 用餐時間呢不得了 中午喔 基本上十一點之後 你就會看到人開始排隊 嘴巴的內用還有外帶 很誇張 而且只有平日才吃得到 假日想吃 噔噔噔你吃不到 所以今天為了拍這集 我跟榜哥真心的請著特休 就來拍 這家真的是我推薦給大家 在平鎮南市 一定要吃到的喔 品味達克 吃 它煙熏真的好香 我好喜歡人家的鴨肉喔 然後重口味的人家裡他們家的辣椒醬 超大的 像我是重口味這樣吃 人間美味 就分享給你這家喔 這家分享的是世紀烤鴨 它終於搬家了 不然我們家附近來了 然後現在點餐公司在這邊 就是自己點菜 好 我先點菜了 好點 然後小孩子喝雪碧 一份 一份 去了 方便耶 耶 點完 我先點的是全家餐 然後配兩種七樣菜 等餐點 而且滿方便的耶 而且我真的超級開心 她終於搬家了 從廣播放在這邊 老闆娘他們本來就知道我們家附近 就要在這邊開啊 欣賞你們 我等一下就是買個全家餐 等一下回月桂家 月桂姐家吃 走走走走走走 拿到了這邊 我們去年全家餐呢 還有另外一種雪碧 雪碧或可樂或是圓翠綠茶 那小朋友很喜歡喝雪碧 欸這蠻大份的 而且 幫我拿著 雪碧 你看他們現在的包裝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用那種盒子裝 然後那個 保鮮袋這樣子弄好 來 不然 等一下回月桂家 月桂 我打檢問回我媽家吃了啦 走走走走 放在後面喔 開箱了 你看我們今天點的是二吃 它就是送了兩包餅皮 然後切好了 因為我剛才放在車上 有點亂 啊這吃真的弄的 就是 我覺得是乾淨許多的水分 它直接這樣子包 然後裡面就是有配料 有七個配料 配料有什麼 直接開給大家看 這邊 有迷血 然後玉米筍 豆皮 金針菇 高麗菜 洋蔥等等 有七個配料 這真的是看起來超好吃的 那我們今天點的是不辣 它吃辣度可以做選擇 可以做到大辣 真的還不錯 然後我其實 其實我覺得我蠻喜歡他們家 這邊他們家 搬家之後 整體的環境很乾淨 然後 擺盤什麼 真的很不錯 好啦 趕快找時間去平鎮南市那邊 吃一下四季烤鴨 精緻越南美食 餐點上來了 看過來 牛肉三寶河粉 牛筋牛肚加生牛肉 牛肉是不是生的 牛肉款 它真的燉得非常的暖 然後份量非常的大分 像河粉這麼的多 湯頭呢 也是因為辛香料放得非常的夠 所以非常的暴力 另外這個 海南雞腿飯 真的是雞腿真的炸得非常的酥酥脆脆 很韻啊 因為真的東南亞的雞腿就是炸成這個樣子 這份也是非常的便宜 份量也是非常的大份 再來這邊 我必點的生菜捲 80塊 然後就是有6個 你看滿滿的蝦子在這邊 你們看到嗎 每一份都有蝦子 80塊 CP值真的是爆高的 魚露呢一定要加烈 然後再來就是 你喜歡吃他們家辣椒檸檬呢 旁邊自己自行去裝飾 他們家的辣是有辣度的 這邊真的是非常的道地的越南料理 假日一整天來 無時無刻吃 都有客人在這邊用餐 甚至是我們這邊的人喜歡喔 想吃嗎 趕快來問我 我家美食有什麼 我要吃了 不知道餓喔 分享這家呢 就是位在平鎮大倫巴附近的 紅大廠面線 算是在地老之豪 因為我過來這邊 也算十幾年了 他就有 以前是發財車 他就是做一個空壁 然後一個攤位在這邊 從早上五點半開始賣 把它中午左右 想吃可以過來看一下 這邊肉丸一顆40元 那主要他是紅醬 然後會撒上一些淋上醬油 跟那個蒜泥 其實整體味道來說 還算是不錯 再來這個 大腸面線 他有分大中小碗 我今天點的是大碗的 他大腸真的給的非常的多 然後他處理的非常的好 不會有太多的腥味 那其實他這是屬於是 湯比較多 跟湯比較多的那種大腸面線 我自己還算覺得OK 我接受 反正呢 他對面線呢要求非常高 他就覺得是喔還好 不要這麼挑好嗎 在南市這區 沒有好吃的面線 就這家好不好 請接受你家附近的美食吧 好啦 下一節啊 生意爆炸好的 蔥抓餅就在南平路上面 這家真的是老知道 他會從早上賣 賣到中午之後下午繼續賣 老闆娘真的是鐵手神功 超級無力厲害的 主要賣什麼呢 蔥抓餅 還有桃園有名的什麼 可口涼麵這裡買得到喔 一份35塊 雖然黨哥非常討厭吃可口涼麵 但是 我們家小孩跟我們家的阿志祺 他們都還算可以接受 所以呢 我就是要買回去 那他們家的蔥抓餅 其實就是可以加辣加蛋 另外還可以加九層糖 另外還有分那個口味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一份是什麼 這份是原味加蛋的 看一下 它就是會把那個餅皮稍微 刷鬆散一點點 然後就淋上醬油膏跟蛋在這邊 那這一份呢是45塊 稍微的漲價 但是不足以影響聲音 你看排隊的人潮沒停過 而且很多人都很聰明 會會事先打電話來預定 就等去的非常多等候的時間 好啦 肚子餓了 我要回家吃早餐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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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分享這家呢 在黃昏市場旁邊的 這家合計燒辣店 基本上11點開始營業 營業到下午吧 反正就是只有賣中午時段 晚餐是沒有可以買的 今天要講什麼呢 排隊如果排到轉角這邊呢 要等一個小時 那目前這個人潮呢 大概是30分鐘到40分鐘 看買的數量 平均每一個人買 大概買三個左右 好啦 我們今天買好了 是板哥辛苦排一個小時 買的三寶飯 真心說啊 其實老闆還蠻用心在料理上面的 很認真 然後這個三寶飯是110元 想吃嗎 趕快找時間排隊吃一下 他們家的三寶飯 其實口味還蠻多的 另外你可以吃叉燒啊 等等的非常多 我們今天也是買了三個 可是真的要說要花一個小時等 真的有夠久的 板哥排到其實已經升七七了 因為他不喜歡排隊 因為他不喜歡排隊 因為為了這個特級 我家附近的美食 所以他花時間來排了 一個小時的便當 好啦好啦 我們家小朋友肚子餓了 畢竟現在已經12點半了 走 假日日買便當啊 買早餐都要幫小孩子排隊 什麼道理啊 好啦 好 哥哥哥哥哥 分享這家呢 叫美玉雲南米乾 我跟你講用餐時間生意爆炸好 那現在就是非用餐時間 人稍微少一點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很推薦這家 為什麼呢 用餐環境很乾淨 然後他餐點端上來 就是用餐車推過來的 先看餐點 前面板哥這個呢 就是過橋砂鍋米乾 他剛上來的時候 就是非常的滾燙喔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必點 吃的就是涼拌木瓜絲 豌豆粉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是綜合哨子 米乾 綜合的部分 然後他蛋的部分就是蛋薄 如果你要蛋的話 另外跟他講 這家我覺得是 價位算是便宜用餐乾淨 分量也還算夠 你知道小朋友吃的超級開心的 他麵類選擇有米乾米餡 黃麵還有巴巴絲 怎麼是巴巴絲 你要看一下嗎 這個 就是有點 比較屬於晶瑩剔透透明狀 不是米餡狀的這種人家巴巴絲 這口感也是蠻Q的 蠻不錯的 我自己還蠻喜歡 那砂鍋看一下有什麼 其實砂鍋他的 湯底的東西還蠻多 菜啊 然後豆皮很多 下面還有那個 肉啊蛋然後豆芽很澎湃 我真的這樣 重點是什麼 真的價位非常便宜 然後他湯頭 屬於比較清淡型的 所以帶小朋友來吃 我覺得還蠻算適合的 就分享給你這家 美玉雲南米乾 不錯 真的喔 分享這家呢 就是在南京路4號 路邊攤的 板橋蔬菜鹹水機 這是我超級愛吃的 它就是有基本的鹹水機的配料 這是老闆他們每天自己現做的 有些人吃會覺得太鹹 但是我真的要跟大家講 這家呢 老闆他都給你幫你客製化 不要太鹹不要太油 人家多辣 什麼都可以幫你調整 然後我覺得價位很便宜 分量也很夠 什麼最夯 他們家高麗菜最夯 3不50一下太晚來就沒有買到 像我今天就沒有買到高麗菜 高麗菜真的是超級好吃的 當然他的那個鹹水機 那不管是雞腿 還是雞胸肉等等 其實都很不錯 我很推薦啊 我就是買到都很熟 我就叫他哥哥 對 我們家我們今天買大概 每次買到200塊 超大袋的喔 我真的覺得就是想要吃 就是夏天到 然後我是下韭菜 買這家鹹水機我真的還不錯 清爽又不會太肥 不然吃澱粉買這個 沒錯啊 因為它是蔬菜鹹水機 它不會讓你吃的覺得很油膩啊 然後會覺得很鹹 因為有些會加味精 其實它沒有 它就不會讓你吃到 覺得口感舌燥 真心分享這家 板橋蔬菜鹹水機 在南京路4號 我每次打結 在南京路4號這邊 很好找 分享給你們喔 這家分享的是夜家滷味 我覺得這是我們家 宵夜點心的選擇之一 蠻多樣化的啦 然後價位其實都表示得非常清楚 它開的營業時間是禮拜一到禮拜六 六點半到十二點半 晚上喔 請記得時間喔 他們家滷味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覺得他們家的特色是什麼 這邊有青菜 忘記講青菜 這邊他們家強的是什麼 他們家的辣椒 請不要輕易的挑戰 辣是非常非常非常辣 想吃辣 想挑戰辣 好他們家的大辣你可以選擇 但是真的不要輕易嘗試 姐姐挑戰過 晚上沒有睡覺 因為胃很痛 哈哈哈哈 但是可以吃吃看 我覺得小辣還算可以 中辣就是有辣了 那大辣就是挑戰自如 我們等一下不會吃辣 因為家小朋友要吃 要不然他們會辣到不要不要的 買好了 這一袋呢 我們今天這樣買了 有買菜 然後是跟自己想要吃的東西 185塊 挺大袋的 但是他們湯頭其實很夠味 可以自行回家再加冬粉 讚 然後就是全家人都可以吃 我們大概一家四口的消夜就是這一袋 好啊 走走走走 最後一家跟大家介紹的是 飯媽媽麵食館我家廚房 因為我們真的很常來吃他們家的麵 走 餐點上來了 這幾道呢 都是我們來飯媽媽 就是滿常點的 不論內用或外帶 當然這邊還有什麼要點的 生煎蘿蔔糕 一定要點 但是現在就是還在煎 所以等不及先介紹餐點了 來吃這個 紅燒半條 其實它很多的麵可以選擇吧 大家一定知道 這個湯頭其實還滿鮮甜的 番茄味比較淺重一點點 我自己還滿喜歡的 然後再來就是混沌冬粉 混沌滿多克的 然後冬粉就是一定要趕快吃 要不然湯會被洗乾 然後再來就是控肉飯 這一個呢 我覺得它的控肉其實還滿有味道的 然後又想要放了麵筋 真的是很傳統客家的那種方式 然後再來這邊大湯圓 客家大湯圓 這樣一定要點另外還有小湯圓 看你要吃大湯圓小湯圓 再來就是小菜 其實小菜他們家的價位 你們都寫得非常的清楚 價位整體來說 也算是親民評價 所以在我們家這附近呢 真的是生意非常好的好不好 用餐時間就是很多人 不是內用外帶 就是爆炸多人 而且你們知道飯媽媽以前不在我們這邊 然後她在中壢 是這幾年才搬過來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真心推薦 大家來這邊 這邊我家附近請一定要來吃飯媽媽 好啦 艾安板哥的介紹以上這麼多間 在我家附近的美食 有沒有讓你很想搬來我家附近的 我家附近的美食真的超級多的 我們只是介紹了一點點喔 一點點喔 艾安板哥 你說什麼 大樓 艾安板哥在我家強調的是大樓很多 對 我家附近本來沒這麼多大樓的 現在大樓真的是多到包 然後學區擠不進去 厲害吧 好啦 趕快找時間來我家附近吃美食喔 咱們下回見 掰掰